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5月19日早上開始 今集的清晰年代 我是葉冠林 今早看報紙 星島日報有個報道 引述消息 因為林鄭在一邊做班 希望找到新的班子 其中說很努力去找 因為不容易 其中律政司司長這個位置 就說袁國強預料會短期留任 為什麼要留任短時間 因為要處理一地兩檢的問題 大家知道一地兩檢的問題 其實大家都很關注 隨著高鐵的落城 大家關注到怎樣處理 之前袁國強和張炳良局長都說過 希望在他任期之內 今屆政府之內 都會交一個方案出來 只剩下不太多時間 現在有消息說袁國強可能短期留任司長 即是新政府之後 他都續任短的時期 去處理一地兩檢 這是一個頗難處理的問題 今早請來一位嘉賓 對這個議題都有研究 亦有他的想法 請來的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 亦是全國政協委員胡漢青 早安 胡漢青 早安 早安 不如先講講你如何解讀 現在的難處在哪裡 因為你有一個方案 現在的難處由頭到尾 第一 政府決定西九的設計 當時未曾向市民有一個全面的解釋 究竟是地面 地底 現在才知道 最關心的是 所謂我們香港的自治範圍 如果我們的自治範圍 是要把它縮小的 這當然是香港自治範圍的事 你將我的範圍縮小 跟國家有關係 不可以將內地的司法管轄權 一講來講就是司法管轄權 為什麼呢 很簡單 一講來講 大家要記得 國防邊檢 在邊檢上 它是屬於國防的部分 全中國 它都有國防邊檢 來到香港 已經很多人沒有注意這一點 回歸之後 它沒有將它的主權 在國防邊檢的方面 在香港設立 即是在香港的海洛空 出到其他國家 不是設邊防的 國家邊防的 它那套所謂Intelligence Data 是不同的 香港是自己 特別是行政區 但你可以由這裏出國 我們一個部份 去另一個國家 變成它 亦都因為香港在WTO 是獨立的關稅區 即是變成我們要設關稅關卡 跟內地 所以你以前回歸之後 初期你去國際機場 在北京 在大陸 你去香港 他叫你去國際 因為為什麼 他要設關卡 現在我指出他之後 一國不可以叫國際 他現在才叫港澳 離開內地 特別處理就是關卡 這個關卡 現在問題是怎樣 香港特區政府 是想插入內地的高鐵網絡 高鐵網絡 就已經是國家 每五年規劃 已經一直很重視 而且現在是插入一帶一路 高鐵一路去到 一路去就去 一路直通 香港如果沒有高鐵 不插入 不是我們在內地的交通 大家在那裏做事也好 探也好 玩也好 方便 香港如果沒有高鐵插入 你就變成只有海路 就是大一路 變成 他這條路 現在起了又怎樣 因為他一向在廣州 廣東省 他把高鐵的中站 放在深圳 福田 高鐵的意思是高速 行三百多米以上才高鐵 不是普通速度 一旦去到那裏好像飛機降落了 你再過香港便變成支線 問題是他放在那裏 現在香港有選擇 我可以做支線 在深圳上插入高鐵 不可以 我們要方便 我們高鐵要擺在市中心 我們在這裏上車 在深圳上插入高鐵 就去內地各大城市 直通車、飛站 去各大城市 但當年也很大爭議 有些人不一定會上 但當時現在是 我們要有很多人上 絕對方便 你去內地絕對方便 由香港 西九上車 你去武漢 去哪裏也可以 直去 那裏沒有兩檢 變成兩檢問題 邊防兩檢問題 一定要放在西九 問題的問題 產生在哪裏 就是那個字眼 為何要講一地兩檢 你已經是 假設了 現在這個設計 西九的設計 是香港自治範圍的 全部都是我的 因為西九 因為不是平面 西九站的設計 在樓下 地底 有四層 可以畫很多層 現在高鐵的速度問題 就去到那裏 如果你現在這樣說 這個地方全部是我的 現在我租給你 深圳灣模式 我租給你 我放棄我的司法管轄權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你充分司法管轄權 為什麼 因為香港的邊防 已經交給你 這裏 對他來說 等於是出國的 他的控制沒有了 一出他的關口 所以他不可能 在全國的出口 香港變成一個 不可能的 不可以只做ICQ 例如說 法輪功 是不准出境的 要發覺你是法輪功 法律上要有些責任 你變成 ICQ 如何包括這些 不讓他出境 原車遣犯 有人這樣說 ICQ ICQ就是有國際標準 ICQ就是入境 海關和檢疫 還有一個項目 大家不要忘記 除了自治範圍外 說的是什麼 現在是邊防邊境 高鐵最好一個例子 就是英國和法國 為了它有一個高鐵 他們建了一條海底的隧道 無中新入 Channel 兩個站 那裡不用說兩件 那裡已經下車 那裡已經下車 好了 但他們的邊防 就放在Median Line的中線 英國海峽的中線 即是說 如果你說Territorial 我今天 以前我讀大學的時候 去法國 坐那些Ferry 一上船說想喝杯啤酒 不行 我們有優惠時間 剛剛好頹喪 想離開 過了十分鐘 他再開了巴巴 為什麼呢 你過了中線 但是 那條線在南至北的Median Line 在Channel那條地底線 就不是 那裡就不是說 一過了那裡 就是你的Territory 整條橫 都是Restricted Area 如果是這樣 你很簡單的概念 如果你在深圳河 它是橫的 現在我們就是 東至西 東西是一條橫線 但是地底裡 有一條高鐵的密封隧道 這個隧道 是在地底的 這個就是變成T字 都是邊防 等你出了關為止 這個隧道 是它的司法管理權 我經常用的概念就是 今天當如果香港是 那個地方那裡 當你說是我的自治範圍的地方 當一個病人的身體 如果今天去醫院 醫院插一條鹽水管 插進去 那條管是插你的身體 但是是屬於醫管局的 property 不是你的 property 它的管是權利 你不要就拔走 概念一樣 所以變成西九的設計 因為它的地底 根本是一個兩地兩檢的設計 我們自由黨裡面說 最好是你分層好清楚 你要多少層 你現在自治範圍面積增大了 第七條到我 我delegate給你 multiply你的空間 不要說縮小 你增到多少 四層不夠 五層 六層 對不對 去到那一層 為了你的需要 我就設了一個關卡 但是現在它的設計 就是關卡 就是為了人流方面 這方面不是一層一檢 一層都有大家在 但是也有clearly marked的 叫做什麼呢 我們叫做業權的名字 即是司法管轄權 它在邊防那邊 它可以行使這個權利 在香港自治法維也可以 另一邊的想法是怎樣 就是因為基本法說明 除了附件三所規定之外 全國性法律 是不會在香港實施的 剛才關鍵 剛才你說高鐵的隧道 你覺得是屬於內地的司法管轄權 在西九站 下面的空間 你覺得都是屬於內地的司法管轄權 反正來說 你今天當你進入香港 你大陸的高鐵 譬如它最近的站 我們可以是下的 要不是下不到300米 就不是高鐵 就是廣州南 你由廣州南直奔香港 你進入的時候 你已經過了深圳河 但是你進入地底 你進入地底 跟英國的親戶一樣 你進入地底 全部是限制的地方 我們那個 如果藍圖一組設計得更具體 我們就會說 月台那一層全部都是內地 就是內地 那你出 你出 你上一層 就是Welcome to Hong Kong 對嗎 回到前面 胡錦青你解解 為何在地底以下的空間 就不屬於香港的司法管轄權 這裡要解解 簡單 不是說 反過來說 司法管轄權 是一定要跟那個業權的 You must have territory to exercise jurisdiction 所以以前鴉片戰爭最出名就是 我們最反對西人 在八角聯軍 在上海 它有extra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不在它的領土 它都可以有司法管轄權 這個就是現在 你說的 內地的司法管轄權 不是它的領土 在你那個領土裏面 我們不叫做領土 在自治範圍 在我們的自治範圍裏面 它要踩進來 那這個概念 在國際法和普通法 你必須去處理 如果你這樣說的話 即是我現在 你的概念 是不跟階層的 那為何你早就說 這是我的 即是你深圳灣模式 你租給我就可以 我租給你為什麼不行 很簡單的道理 但是 但你一來到香港 就不同 你來到香港說 我租給你的意思 我現在不是租給你 我現在放棄我的司法管轄權 這裡要解解 香港地底的範圍 的司法管轄權 怎麼解釋 如果你現在香港政府 我覺得它的方案出來 就會說 整個西九地底 都是 鄉屬於香港 即它直接跳了一步 是不是 你覺得不是 不是 《基本法》已經第七條說了 這裡要解解給大家聽 所有領土屬於國家 不過它授權給你哪些 它授權哪些 就是在7月1日1997年 國務院有一個行政命令 就說明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區域圖 這個區域圖 跟以前國英政府已經不同了 大家以為是一樣的 是不同的 它授權的 有些海防線 第一它是平面的 不包括領空地底 它只說明是 綠地和海上部分 綠地和海上部分 地和海上部分 但在海上也改了 大盤灣道不同於以前的 有些線它說是直了 容許有講講這段 平面的地區 你去到西九 你的自治範圍 你現在不是西九平面 它拿走了你幾千呎 或者一萬尺的地方 它不是 現在在地底 問題是地底屬於誰 就是一個很複雜的法律問題 就不是一定說 你在上面的業權 業主 地下就是你的 唐玲連那個 也不會是非法 Basement 都是我自己管的 我是業權 因為地球是原來的 你再說地球是原來的 地底去到哪裏屬於你的 如果香港現在地底有石油 跟整個廣東省下面有一個 大的石油礦 它不用問你去抽 你明白嗎 所以胡韓青姐 你的立論基於 當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行政區域界線文字表述 那裡寫法 就是香港的區域界線 由綠地部分和海上部分組成 綠地部分很清楚見到 沙頭角色每一段 以平面的區域來畫 基於這個區域界線 由綠地部分和海上部分組成 所以你的解讀就是 不包領空 就是當日這樣寫的 當日這樣寫 所以不包地底 地底就是這樣 如果中央政府 是 它會授權給你 即是回歸的時候 你以前已經批准了地底 地庫泊車的 OK 你繼續吧 但不代表你現在 永遠可以在香港的海下面 地下面 領空上面 你可以有什麼作為 變成這件事很簡單 另一件事 香港你自己也看到 我們香港人住在香港和九龍 下面那些 實有地鐵的管袋 它要不要問過你才起 不是吧 是公共的興趣 不是一定屬於你的 但是香港的法律內 我給你解釋 在一個國際法律上很簡單 在什麼情況之下 土地的地下都屬於你 就是在美國 立國那時候 它在西部 政府還沒去 叫Wild West 政府還沒去 那些叫Virgin Territory 你去到之後 政府才來 那時候你滑倒 就算下面有石油 都是你的 但如果你現在在New York City 你去到一個地方 政府已經到了 你說我和你買了這間屋 我肯定不是 回到香港 最近地鐵 金鐘站有確建的 劃深了幾層 下面幾層的司法官 全是誰 金鐘地鐵站下面 後來近年才劃 你現在劃的 即是肯定的 中央是授權你 可以做到這樣的深度 你用這個用 我給個例子 以前在香港回歸前 英國國防部 我們有很多防空洞 它不用拿地 因為它就是防空洞 它就滑了 但它不是這樣 我意思是先說管轄權 現在的問題 如果現在司法管轄權 在香港都是香港的 你自治範圍 大家的問題是 你的自治範圍去到哪裡 因為我們是膨脹 在地上膨脹 我經常說 你去到四層 去到多少層 第十八層 不是你了 你要去到哪裡 現在第二件事 你需要它 把邊防放在你那裡 就是那個限制的地方 深圳灣為什麼不屈 深圳灣整個灣都是禁區 深圳灣無尺本法 都是禁區 今天你租給我 我租給你 哪裡知道 你今天不是長安街 你不是在長安街 他在大陸管理範圍 奉獻了幾千尺 給香港移民局 等你來做ICQ 不是 這是第一個點 第二個點 就是你今天 我們香港不同 我們有自治範圍 有基本法 有這個規限 所以我不可以遭遇 你至少也問過我 這也是做一個很危險的先例 為什麼強行香港政府 要說 這下面幾場 全部都屬於我的 然後我就租給你 租給你 我自己是喪失了我自己的司法管轄權 你就用你的司法管轄權 別人一定司法覆核你的 因為司法覆核你 法庭一定會處理 因為你現在跟法庭說 你的管轄權沒有了 至少都問過你 你也同意知道 法庭上是對的 所以變成這樣 如果你這樣走 明年秋天開車一定開不了 通車 如果特區政府這樣走 我的意思是 你根本 也可以這樣說 我們自由黨也跟張炳良局長 溝通過關於這一點 因為我們自由黨很關心這件事 和鍾國賓一起和他談過 大家各自表述 但我覺得 我得到的感覺 就是 特區政府沒有考慮到 關於這個司法管轄權 是要連結與業權 連結與地域 連結與地域 去實施域 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如果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一開步就說 這個是我的 明不是你的 再國防也好 再自治犯有 都不是你的 有兩個理由 一個理由已經夠了 但這個解讀 為什麼要強行說 是我的 我租給你 如果這樣說 如果這樣一個 一個階段的構思 為了我方便 我的地方可以你來 不如來我家裏做 更方便 但我不想哪一方來我家裏做 方便很方便 明白嗎 一定要和它的地域 分得很清楚 我想搞清楚 整個立論的關鍵就是 區域界線 由陸地部分和海上部分組成 基於那天寫的區域界線的文字表述 是這樣的 所以你解讀是一個平面 明白 這一點就是香港 我們香港的自治範圍 只是包平面 地底不是我們 只是包平面 現在問題 當然在國務院 1997年 包平面已經很清楚 那時候還沒有西九 沒有 你今天挖油也可以 我都說你挖到十八層也可以 挖到多少 要問中央政府 譬如說我想挖石油 你去到西九月做的時候 你現在根本 它同意你建這條 因為你拆入它的高鐵 中央發展委員會是同意的 是國家層面的政策 高鐵伸入香港 變成它同意之後 你這個看法就是 現在這樣 你同意我 即是同意我建這條高鐵 要建到四層底下 這個通道是四層底下 建到四層底下 我的自治範圍會加大 對嗎 加大了 加大了 即是無中身有 地爐是無中身有 你是無中身有 你是無中身有 回到金鐘站有七層 是不是我加了七層的股市權 即是你挖到哪個地球是圓的 你想挖到多少層之間 不是你的 你一直挖是你的 你現在挖下去 但你有一層是需要做邊檢的 回到問題 我想挖一個商場 我想建地下幾層 要不要回到 我想你不要 我今天不是有一個 我在地上 I'm not a landlord expert 你不要跟我說 The landlord is very complicated 我現在給你一個例子 第一個點是 你不要馬上 assume 這是你的自治範圍 為什麼你這樣 assume 你沒有理據 我就說 用回你的思路 但這個議題是 現在沒有把你的自治範圍縮小 就是你的議題 沒有把你的自治範圍縮小 有問題是 你展示到哪裡 四層 要三層 不如掛第五層做什麼 你要多少層 大家理性一點去爭 不要硬來爭 我想搞清楚基本的概念 我說這個層面問題 第二就是 如果用到國家邊防 就算是自治範圍 這是平台 我在英國都這樣說 地底是不同的 不如你先聽我問一條問題 一個商場要多建地底兩層 要不要向國家申請 因為用你的字眼 我們膨脹了我們的自治法 我再說 你回歸的時候已經包括地底 很多人有地底商場已經在 你不用申請 他已經給了一個implied consent 給香港政府 你可以延伸 但問題就是不可以無限度延伸 明白嗎 西九你想延伸延伸多少 都是完全你的 過往都沒有問過這個所謂的地底 現在是因為西九 我意思是為何現在不是 你要考慮這個問題 因為司法管轄權和業權 是一個基本的 anchor 是吧 territorial jurisdiction 你這樣練習的 你不可以別人的居住 你的 jurisdiction 就是這樣 這是第一個點 所以你第一個點就是 這個地方是否先來的 為何一開始就說一地 為何說一地 這是第一個點 因為主權單位都要看的 今天我在 除了國防的單位 都是我們 香港平面 現在所謂的英軍 現在屬於解放軍 這個外交特派員 也是 這些地方 如果是中央應該在的地方 你讓他在的 可以 但如果你今天說 我是多樣的 不講自治範圍 另外一個討論就是 你要求我把國防邊檢 放在你西九 你要求的 因為不要高鐵 你就下車 當然 當日也有人這樣看 你不明白 那麼多億 他真的變廢鐵 不可以的 你明白嗎 今天這個 這是另一個概念 這個 國防邊檢的問題 也是中央 要他的責任去行駛的問題 不是今天的問題 是香港人想怎樣就怎樣 如果你今天說我想 這裡要設一個關卡 方便我 你想 他已經做好了 都說他的給責任 現在是福田 在深圳 又不是在香港 如果一早設計香港 大家會更清楚 因為現在你去到福田 香港再想拆進去 我們要求拆進去 如果你拆進去之後 變成現在 你的兩檢 一定要在這裡 問題是 我在這裡 declare國防邊檢 在這裡 好像channel整個統領 明理醫師 你怎樣提及過幾次 我們這個節目 都開放給大家討論 我們電話 17231 17231 講到高鐵 如果做一地兩檢 可以怎樣做 胡漢青提到 其實可能一地兩檢未必準確 可能用兩地兩檢 實際上是 大家怎樣看 打來和我們討論 17231 今早我們請來的嘉賓 就是有自由黨的副主席 也是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 也是全國政協 胡漢青 電話是87231 聽眾可以帶來討論 黃青提出一點 就是西九這個站 現在在西九平面之下 其實有幾層在地底下 提出一點 就是下面那些位置 究竟不是本身的司法覆核權 都屬於香港 他有的看法 因為他基於國務院 之前有一個院令 第221號 講到香港的行政區域界線 那裡的寫法 是區域界線 由陸地部分和海上部分組成 所以他解讀 這只是一個平面 只有陸地的平面 和海上的平面 領空的權 未必直接等於在香港 地底的消耗官員權 都不在香港 所以現在就算是 在西鐵的下面 做一個一地兩檢 其實他眼中 一地兩檢都未必準確的表述 因為地底根本不是香港的消耗管轄權 所以這個應該叫做兩地兩檢 但出來的效果就是 大家都可以在西九道辦一次手續 然後就可以上高鐵回到內地 這就是胡錦青的建議 或者他的看法 他的解讀 大家怎麼看就打來回應 17231 17231 如果胡錦青要你按這個思路 那需不需要做一些程序 在內地宣示領空權和地底的權 因為過往我們沒有提及這個概念 大家都假設 香港的界內的就是香港 你提出就是下面原來不是 要做些事情解釋給大家 適除市民的疑慮 可能很大反彈 可能現在就是因為 現在特區政府就是這樣 他就是先原則性 踏成了一個協議 即是說當時的協議 根本上是沒有很仔細想過 深圳灣模式就搬到香港 也不想關於司法管轄權的業權問題 即是你做得到 我租你的 我送給你 變成你現在去到的地步 就是什麼呢 他現在就蓋就蓋好了 快蓋好了 明年希望秋天就通車了 但是特區政府 現在和中央政府 仍然在研究中 在研究中 究竟那個地步是怎樣 從中央方面 今天很簡單 今天就是為了香港 事後要拆入高鐵 做中國一個終點 變成 剛才解釋了 一定要在 要是你做兩件事 便會支持你下車 如果是這樣的問題 他們的看法就是 但是我的司法管轄權 不可以只行ICQ 即是不可以整個 中國的所有的 exit point 香港變成一個 solve point 如果要走完所有 司法管轄權的問題下 第一點就是 他這裡變成國防邊檢 因為香港的海陸空 我們這裡的香港出角 不是由他們管 我們管 所以他唯一的控制 就是在西九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他這樣看 你這個 negotiate basis 如果香港政府一開步就說 而我現在很擔心 他就坐在這個納箱 就是說 是我的 四層都是我的 他立了 即是我 expand到盡 沒有一些留給你 我明理了 但這件事 有沒有這個深思熟慮 考慮一下 從兩方面 一個自治範圍 是不是一定屬於你 第二 就算是屬於你 他這個是不是國防邊檢 declare這個area 用一個國務院行政令 做就可以了 不需要你現在 跟他有一個 所謂一個 我租給你的treat 那就肯定 特區政府 預料到被司法覆蓋 明白 這點剛才那節提到 但我想問的一點就是 如果用你這個概念 因為我們可能很近期 才聽到你提到這個觀點 原來我們的司法覆蓋 屬於平面 始終其他業主有個地爐 有個地底幾層商場 業主都可能會害怕 將來會否收我 需要做些事去釋除 我想你還在混淆這件事 香港的土地屬於誰 基本上第七條 是屬於國家 但國家授權 特區政府 跟我們現在的land policy 你何時可以給多少層 做商場就可以了 但你說今天我拿了地底 拿了幾十萬左右 我填一填一半 然後我賣給另一個國家 行不行不行 不行的 現在沒有賣給另一個國家 我意思是 你現在不要再說 為什麼我現在商場要拿中央 不是的 現在這些回歸的時候 已經授權香港政府 在城市規法上的發展 已經有了 我再給你一個例子 如果你這樣說 如果所有地鐵 走過你家的 你是業主 他在樓下 他問都不用問過你 但都是香港的司法局 他問都不用問 一樣 由你做業主 這樣放大了 現在又是國家的土地 授權給你們 跟你們的法律去管理 你可以延伸 但我的項目 Jonathan今天不是說你 馬上說掛地牢 不是地牢的項目 那項目就是 你的自治範圍 現在沒有縮小 如果你的站在平面 我的看法不同 因為明顯已經縮小了 但你現在是 增加你的區域 授權給你增加 但問題是 你不用說我拿盡他 因為你需要他 有司法管轄權 你為何一開始說 強硬是我的 然後我租給你 我就放下我自己的司法管轄權 你們去司法封嚇我 我覺得是一個很錯的做法 有聽眾想加入一齊討論 不如聽聽聽聽眾的電話 我電話是17231 請胡漢青帶來的議桶 聽聽聽聽聽陳先生 想和基本法研究中心 主席胡漢青討論 早安 岑先生 我是姓吳的 不好意思 我姓岑 岑先生 岑先生 我們在宋皇台掘到 古蹟是否需要上表中央呢 第一點 我想問 第二點 就是基本法 只有海和陸地 大氣電波和空氣 我們可不可以用呢 聽到嗎 聽到清楚 就是三個問題 好 請胡漢青回應陳先生 早安 岑先生 第一個非常灰鞋 我的名字是胡漢青 不要胡亂青 要看清楚 我收到了 第二個點 就是你要收到我說的 就是什麼 就是現在說 不是在宋皇台掘到什麼 是屬於誰的 現在問題是 我們的自治範圍 一定有一個法定 那個司法國的權 一定要跟那個地權 我們要看清楚 究竟這是否我們的司法範圍 現在你一直是 毫宗生 一直增加 另外就是你的用途 今天用來做什麼 今天是用來方便香港人 要去直通 大陸所有各大城市 不用下車 如果你願意下車 當然就下車 很簡單 高鐵就變廢鐵 謝謝岑師先生的電話 最後想問問胡漢青 今天看到星島的報道 叫袁國強可能短期留任 先處理一地兩檢的問題 事關主力做的是張炳梁局長和他 張炳梁就不做了 沒有袁國強 怕將來很難接通 工作等等交接 現在有這樣的消息傳出來 你怎麼看 我沒有太多自平 我們完全沒有追蹤 但我覺得 反而要提 這些現在是 這一屆政府做的事 到6月31日 它便是完 6月31日 6月31日 我覺得現在 就算它對香港社會 有一個交代 速速要給一個交代 就不要捆綁下一屆政府 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 譬如你現在還說 一定要走深圳灣模式 但如果說 另外說到 你考慮一下 究竟現在 是不是真的 一地兩檢 還是兩地兩檢 如果事實上 是兩地兩檢 而中央的看法 它一定會有一個看法 它一定會考慮到 它的主權的先例 它不會開先例說 你說是你的 就說是你的 第二 在國家邊防方面 它一定要維護 它一定可以declare 變成從這方面 香港亦要考慮 對中央的看法 是它有一個看法 不要說現在 你和中央 譬如說 真的說到 不是一個原本解決方案 就不要強行去推 一個不可行的方案 比下一屆政府 有新的空間 再來看看 是不是真的 是西九的設計 今天原本基本上是兩地兩檢 隨著通車的目標 有沒有新一屆政府 如果由頭再想過 不要被它捆綁到 夠不夠空間 那麼有時間去做 新一屆政府 如果考慮我現在的方案 比如說 你說根本是兩地兩檢 如果根本是兩地兩檢 那個時間表 一定不會影響到 為什麼 一定會準時 為什麼 你會行一個 跟這個一樣 國家 國務院的行政命令 就說 香港現在這個地方 屬於邊防 國家邊防 因為你要求 我放在這裡 然後你這個 沒法施法覆核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今天的嘉賓就是基本法 研究中心主席 也是自由黨的副主席 胡漢青 謝謝你出席千年代 謝謝 一直以來 我都希望可以成為一個 專業主持 但是在專業背後 其實是需要一群專業團隊 默默耕耘 港台電視31 追台隊 一絲不久 用心做到最好 有了… 是不是畫面質素好很多 追到台了 才可以看到我的專業表現 認真、提德 港台電視31 議政民生 為社會服務 官員議員 各出謀献策 港台電視32 直播立法會會議 務求讓所有議會動向 即時送到觀眾眼前 立法會主席 體行質詢 政府這樣的系統 各位議員 各位書人 贊成的請舉手 緊貼議會實況 緊貼港台電視32 1872 311 千禧年代 說了那麼多地兩檢 回到另一個 跟鐵路有關的話題 昨天如果大家有搭港鐵東鐵線 或者其他乘客都一定注意到 昨天出了一個服務受阻的情況 因為說到四個半小時的列車服務受阻 就說在東鐵線的紅磡站 至旺角東站之間的架空電纜 昨天下午3時發現損毀和斷列 所以服務受阻 期間還有一輛車上 有110個乘客要沿路軌 回到旺角東站 現在整件事到7時25分 逐步回復正常 究竟地鐵發生甚麼事 請來港鐵車務營運總管 李勝基跟我們說 早上李勝基 早上各位觀眾 交代一下昨天發生甚麼事 我想正如冠林你剛才說 昨天那件事件在昨天下午3點鐘都發生了 都影響了一些盛額的整個旅程 首先對受影響的盛額 我們都說一聲對不起 希望大家都諒解 其實昨天的情況裏面 介乎了紅磡站和旺角東站之間 那個天線是損毀了的 所以我們需要做一個搶手工作 所以一些時間我們才可以完成 搶手和檢查 確保安全 我們才可以恢復服務 所謂天線是否指電纜 其實你說 我們是天線 我們行業裏面 即是在駕空的電纜裏面 是給我們車廂的供電 他現在查到甚麼事 昨天晚上第一件事 在實地現場裏面 我們看到有一個位置 天線斷了 因為大家明白 天線都是整個系統 其他系統 個別地方都會影響 我們需要調教其他天線的位置 有些地方要做維修工作 最後都要檢測整個天線 我們才可以恢復服務 它為何會斷 實地現場裏面 我們看到兩件事 天線斷了 而我們看到其中一架列車上 我們在集電工裏面 亦都有損毀 集電工和天線之間的相互協助 我們從這方面 我們現在跟進的成因是怎樣的 集電工的損毀是怎樣的 集電工因為我們發覺 車上有兩支集電工是受損了的 我們都 現在 昨晚同事 都把車已經 安排回車廠 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但我想這個 正如剛才所講的 集電工和天線裏面 互相的接觸點 或者互相的情況 是需要一個比較詳細的研究 即是集電工接觸著天線那一點損毀 還是集電工其他部分 集電工是有損毀的 集電工自己也有損毀 是有損毀的 我看到一些說法 其實斷了之後 整個電纜是掉下來的 是嗎 在那個位置 正如剛才所講的 在紅磡站和旺角東之間 在一段裏面 是斷了下來的 其他位置 因為集電工 是需要拉行 所以斷了位置 其他位置都有移動 也有移動 所以我們都要 在那些位置裏面 做一些維修 和一些調價工作 現場有沒有看到外來物 有沒有一些東西壓斷它 還是似乎是集電工 和電纜之間的問題 還是外來物的集團 我們昨晚同事 第一件事 正如剛才所講 將車已經寫車 做詳細檢查 而昨晚我們同事 最主要的工作 就要在那段路軌 由紅磡到旺角東 整段路軌 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希望確保今早的服務 是正常的 所以大部分同事 第一件事 就要昨晚做檢查 我今早收到訊息 是沒有特別的情況 我們在腦軌 看到的 當然同事 做完一個詳細檢查 之後 都會給我們一個報告 現在真正原因還在調查 暫時剛才你說的 表證就是電纜斷了 天線斷了 集電工又損毀 暫時看到這兩部分 沒錯 昨天為何要搞四個半小時 去維修 因為第一件事 斷了位置 影響了 其實受影響的其他位置 都有三四百米的地方 我們都要調教和檢查 做完這條調教和檢查之後 我們其他 雖然沒有一個明顯的損毀的情況 我們都要重新去檢查 檢查完之後 我們還要安排列車去試 然後才可以開 昨天要斷了電纜 要整部份更換 還是怎樣 我們昨天做了一個搶收工作 首先將斷列 我們找東西固定 然後做這條的工作 還有剛才冠林 你問的安排工作時間上 我想大家都在報紙上都看到 其實在停了電那裏 都有車 就在受損的路段裏面 就停了在那裏 我們都要 即時 最重要做 就要安全 令到乘客 上到月台那裏 其實我們在那個時間裏面 我們都用了一些時間 同時間 我們當然 我們展開我們的檢查 和維修工作 所以 整個工作 疏散問題 我們都是擺在安全 盡量去用協助乘客 去安全離開車站 過往見到幾次大型的故障 近來見到 例如4月10日 都好像和電纜有關 是否近來這部份 多一些意外呢 但是我們昨天初步看 就見到昨天那個情況 是那個 我們所謂的 那個損壞的情況 跟上一次的情況 是完全不一樣的 上一次是一個隧道路段 今次是一個露天的路段裏面 當然 在整個 對乘客影響到那個情況裏面 我們都吸取了上次 那個事件裏面 今次的事故裏面 我們都盡量找多些同事來幫忙 以昨天來說 就算我們營運 客戶方面 我們都安排了大約400位同事 包括了我們總部裏面 一些同事 都下來盡量協助乘客 我們都明白了 將對乘客的影響 是盡量減到最少 盡量提供多些資訊給乘客 是我們一個夾目來的 所以我們都吸取了這個教訓 今次都給了很多同事 下來幫忙 去盡量協助乘客 但當然 在個過程裏面 個別乘客 我們都有些地方 是未必可以盡前盡尾的 亦都希望乘客可以兩界 當時的情況裏面 我們盡量提供我們的協助 今次就說電纜斷了 我也想問一下基本的 其實電纜有多粗 一般來說 斷是不是 因為我見田北辰接受訪問 很罕見 工程部的同事 我掌握 我沒有自信 因為田北辰 我見他接受報章訪問的時候 就說今次整條電纜斷了 跌下來 是很大的問題 過去兩年都未見過 是嗎 這兩三年裏面 我們都有一些電纜 供電系統裏面 是受損的 大部份都是我們叫做 insulator 就是我們那些 亞津破損的問題 這次電纜斷了 這兩三年裏面 我記憶裏面是突而一中的 至於這個成因 我們都非常重視 非常之 覺得這個是我們需要謹慎處理 所以昨晚 除了同事 積極地把當時的情況記錄下來 我們都會做一個詳細的檢查 會做一個 看看成因是甚麼 我們都會非常謹慎處理 現在你們每天收車之後 都會檢查路軌整個系統 電纜全部都看一次 現在用的方法是怎樣做的 是否用所謂目測的方法去看 其實以這個電纜供電系統 天線的為例 其實我們都有一個 很嚴謹的檢查系統 其實這些天線 我們每三天都會檢查一次 看看有沒有一些議長 因為大家都會明白 如果天線有甚麼問題的時候 我們的同事 以他們的專業 是可以做一個直接判斷的 當然在這個目測裏面 我們還要加以一些更加詳細的檢查 每一年都會用一個高台車 去到上面的位置裏面 實地去檢查天線 這個路段的天線 最近一次做目測也好 或者做剛才你說的高台等等的檢測 是甚麼時候呢 有沒有這些資料 他們同事 其實剛才說的那個安排 就是我們所有系統 都是根據這個程序去安排的 因為他們不好意思 因為整晚同事 昨晚都在做檢查工作 今天我現在這個時間 我未掌握到上一次檢查的時間 今次這個調查 你猜到多久會有個結果出來呢 我們正如說 我們每個時候都非常重視 我們都希望大約用兩個月時間 因為牽涉到比較多技術的時間 我們除了我自己本身 是需要做一個整個過程裏面 或者整個技術上面 我們自己做檢查 去追尋這個成因之外 很多時間我們都需要 譬如去找一些法研術 去檢查一些材料 其他種種的問題 通常這一類型的事故 我們都需要大約兩個月時間 才可以完成整個調查 這個內部做得了 我們正如所說 我們一定很嚴謹去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現在先要跟同事 先要做一個錯步的評估 做一個評估之後 如果覺得需要的話 我們一定會找一些專家 提供一些意見給我們 多謝你 李勝基 和你聊到這裡 謝謝你 李勝基就是港鐵車務營運總管 車連帶9點鐘之後 繼續在香港電台大台 進來 非常加藏 在香港電池 我們請到